在江夜的世界中,修行者之间的实力差距主要由境界来划分 在多数情况下,想要越级挑战是难之又难 就比如不善战斗的陈皮皮可以靠着境界优势 一指重创知命以下无敌的王景略 宁缺击杀夏侯,则是历史上记载以来第一个动玄境 越境击杀知命境的人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江夜世界中五境之下最强的十位修行者 第十名,王书胜 王书胜是大和国墨珊珊的师父 是世间可以跟颜色齐名的神父师 参考同境界伏师最强 王书胜在五境之下几乎没什么敌手 在全书中竟有一次出手 第一次举世罚堂后 王书胜突然鬼迷心窍 在感情上遭到墨珊珊的拒绝后 开始怂恿大和国国王抢取墨珊珊 最后宁缺入大和国皇宫 与王书胜展开对决 宁缺使出浑身解数 仍是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最后浩天出手,才将其秒杀 第九名,叶红瑜 道门修行天赋上不亚于陈皮皮的天才 后期达到了知命境巅峰 号称万法接通 与宁缺部分性格相似 都是极其擅长战斗的人 凭借柳白的剑种入知命境 斩杀西陵前裁决大神官 成为西陵历史上最年轻的裁决大神官 第一次举世罚堂 叶红瑜一剑化万 用凡龙大阵困君末片刻 陶山光明记,剑斩南海神官 叶苏乘圣当晚 灌主派西陵长教熊出墨 支手贯中年道人和南海大神官赵南海 联手拘杀叶红瑜 此战中叶红瑜以一敌三 然后以裁决神殿化繁龙 将中年道人困于其中 最后中年道人以天书为弃 以撕掉半卷天书的代价 才堪堪破开叶红瑜繁龙 书院灭西陵之战 叶红瑜只身挑战熊出墨 鱼连剑后没有阻拦 小师弟很强,叶红瑜也很强 既然他想打这一场 那么别让他去打 胜负不会有意外 盘点将叶世界中 武镜之下最强的十位修行者 第八名,叶苏 当代支手贯贯主陈某最优秀的弟子 道门天下行走 境界为知命境巅峰 叶苏早年间在支手贯曾观六卷天书 一生致力于剑道领悟 常年以一柄木剑随身 燕鸣湖之战前夕赴于书院大师兄 曾在荒原之战中一剑重创魔宗天下行走 唐 青霞之战与君墨各出三剑 平分了青霞间的秋色 之后不敌书院君墨 导致气海雪山被废 一生都被书院教育几乎没赢过 曾表示我的剑术在天底下可以排进前三 只可惜另外两人都在这青霞之上 第七名,宁翠衙 金杖王庭国师 境界为知命境巅峰 草原第一强者 如果凭借阵法拥有武镜之上的实力 曾摆下血迹大阵困住宁缺 以巫术秘法转升分神 大战于莲 最后被于莲用魔宗秘术斩杀 第六名,中年道人 知手冠灌主陈某的师弟 江夜中最神秘的人之一 知手冠第二高手 因为没有动用过天启神术 因此猜测他没有破武镜 不过其实力很高 不仅夜红鱼认为他强于西陵掌教雄出没 甚至三师姐于连遇到他都非常谨慎 全书有两次出手 其一是在举世罚堂中 在知手冠用阵法牵制住李漫漫 从描写上看还占据上风 后来在杀叶红鱼之战 涌出天下西神旨 原文对其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耶稣的剑道已经无名世间治理 甚至已经半步踏进了天启的境界 但仍不及中年道理 第五名,颜色 由世间第一神福师指称 长安城前精神镇的主人 被夫子誉为在福道上走出最远的神福师 其代表作为景字神福 早年间与柳白有过交手 西陵光明大神官魏光明逃出繁笼后 颜色与其在长安城外的土山上 爆发终极一战 此前破五镜 成为世间第一个破五镜的神福师 盘点江夜世界中五镜之下 最强的十位修行者 第四名,君墨 书院二先生 是继可昊然之后天下最狂傲之人 实力之命竟巅峰 燕鸣湖宁缺战下侯 君墨单人访许氏 使其不敢踏入燕鸣湖一步 兰科寺之战 君墨逼使七年 动用十六年的闭口禅 斩悬空寺戒旅堂首座 杀兰科寺主持 清霞之战 镇展千奇 先后熬战叶红鱼 叶苏 柳白 几乎是以一人之力 独挡西陵数十万联军七天 不仅费了盗门天下行走 叶苏 还以一币为代价 重创剑生柳白 桃山光明记 君墨向前一步 逼出清禾郡 崔老太爷全部实力 使宁缺完成万里居杀的壮举 后入玄空寺 地坑修佛 先后两次用铁剑 掀翻玄空寺 讲经首座 凭借信仰之力 一剑摧毁佛祖识相 书院灭西陵之战 君墨联手于连 大战屠夫 获得屠夫的认可 第三名 宁缺 大唐书院的十三先生 书院天下行走 佛道魔三家坚修 雁鸣湖畔斩杀夏侯 是记载以来 第一个以洞玄境 越境杀死之命境界的人 举世法唐 宁缺即时领悟 人间之力 击败冠主陈某 书院灭西陵之战 宁缺一路斩杀 包括阿达 横木利仁 龙庆等诸多大修行者 宁缺大街局的境界 虽然停留在之命巅峰 但在人间几乎已是无敌 综合战力 貌似比君墨更强 第二名 江夜世界少有的佛道魔 三家坚修的绝世天才 与柯浩然是好朋友 号称万法皆通 想要成佛成魔得道 都在一念之间 是全数不多 特意压制着自己境界的人 一生经历非常传奇 更是悟出了 已经失传百年的魔宗 饕铁大法 意图以魔遮天 以道顺天 最终以佛法抵达彼岸 是道魔相通 便可入神的实践者 他参破浩天世界的真相 然后在佛宗渝兰会上 发动灭世计划 不想被柯浩然轻松识破 柯浩然一人一剑灭魔宗 然后以轻石为离 剑痕为炸 用浩然气模拟出繁笼 将连生囚禁在白骨山中 数十年赎罪 连生应该是全书最有可能 达到灌主那样 一人掌握数个武境之上境界的人 佛宗祭灭 道门天起 魔宗天魔 连生皆是一念可入 这种特意压制自己不破境的人 和普通的知命巅峰不同 猜测其手中必然拥有 可以击杀武境之上的人的手段 另外他又是柯浩然的好友 因此猜测他全胜时期 拥有比肩破武境修行者的实力 第一名 剑胜六白 世间第一强者 千年来第一修道天才 天书日字卷榜首 知命境巅峰 一直在间隔崖洞 压制自己的境界 一生三次借鉴 被斩之人都是明动八方之辈 陶山光明祭前 于连认为他已是人间第一强者 以前的他不敢破境 后来不懈破 此时已经无所谓破不破 若武境之上有门槛 进展之 便是无量亦能展 正所谓我于人间全无敌 不与天战与谁战 柳白应该是毫无争议的 武境之下第一人